第138章 伤心人 胡岐山 鬼王宗总堂 大巫师去世 到现在已经有三天了 青龙命人将老人的尸身火化 收藏在一个骨灰瓮中 此刻这个青花小瓮就安静地放在他手边的桌上 青龙凝望着小瓮良久 轻叹一声 转开了目光 这三天以来 鬼王宗里的大小事物 既是由青龙和幽姬代为处理的 三日前那场变故之后 鬼王与鬼吏竟然全都缩到了自己的房中 至今没有出来 青龙依然很清楚地记得 三日之前 那个沉重的尸门 发出吱压的声音 缓缓打开的时候 从里面走出来的那两个男人 那两个放眼天下 几乎都无所畏惧的男子 竟然都如湿了魂魄一般 神情恍惚而悲凉 鬼王还好 滴滴地说了一句 三日之内 谁也别来打扰我 话一说完 人便静止地走回卧房 再也没有出来 至于那个鬼吏 整个人尸魂落魄一般 一个字也没有说 走着走着 竟然直接撞到了坚硬的石壁之上 以至于额头都流下了鲜血 而他竟也毫无知觉一般 缓缓地转过身子 脚下依稀有些亮枪般地 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被这诡异的情景震住的众人 其实多半已经猜到了结果 但当他们向石门中看去的时候 满地流淌的鲜血 还有端坐在血泊中 却已经垂头而亡的大巫师 那场面之凄厉惨烈 实是触目惊心 只有依旧躺在寒冰石台上的碧摇 安静而栩栩如生的面容里 还是如往日一般的宁静 而在他手间的合欢铃 正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芒 脚步声从旁边响起 打断了青龙的思绪 他抬起头来 只见幽姬的身影如幽灵一般飘了进来 站在他的身旁 却没有直接看他 而是向他身后的房间望了一眼 低声道 宗主 还没有出来吗 青龙缓缓摇头 低声道 三天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幽姬面上黑沙轻动 漠然无语 虽然没有亲眼在现场看到一切 但他二人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那个场面的悲凉 这时间 若说还有什么比绝望更令人伤心 那便是在看见希望 甚至那希望就在眼前的时候 你却又陷入了绝望 就在他们两人相对无语的时刻 哭得从青龙背后那座门飞之处 传来了轻微的响声 门 缓缓打开了 青龙和幽姬身体一阵 连忙地转过身去 简朴的木门 缓缓地向内打开 发出低沉而轻微的 吱压的声音 带着几分往日的参量 许也是在述说着 主人的悲凉 一只脚 从那个房间里 轻轻地踏了出来 鬼王的身影 慢慢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青龙和幽姬 默默地望着 那个恍如隔世的男子 三日白头 鬼王的头发 竟然已全部变作雪白 青龙的声音不知怎么 突然变得沙哑而迟疑 就连他自己也听到 也在怀疑 这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声音 宗主 你 你还好吗 鬼王的嘴角动了动 却没有说话 而是闭上了眼睛 微扬起头 深深地呼吸 幽姬在黑沙之下 突然道 宗主 你自己 要保重身体 话说到后面 不知怎么 他忽然想起了碧瑶 声音竟然是一阵哽咽 鬼王的肩头 微微地颤动 但很快就平复了下来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虽然沧桑与悲凉 依然刻在他的脸上 但眼眸之中 却已有了淡淡的光芒 那 仿佛是看透了世事沧桑的目光 我看起来 老了许多吧 他竟是这么地说了一句 嘴角轻动 有微微的笑意 可是那其中 却满是苦涩 青龙和幽姬 同时低下头去 不忍再看这个男人 鬼王再一次地 深深地呼吸 吐出了胸中之气 眼光转动 片刻后 落在青龙手边的桌上 那一个青花小瓮之上 这里面的是 他淡淡地问道 青龙踏上一步 捧起小瓮 递给鬼王道 大巫师去世之后 属下大胆做主 将老人家的尸身火化了 这小瓮中的 乃是他的骨灰舍利 鬼王默默地 接过青花小瓮 一双手在旗上 抚摸了许久 轻轻地叹息一声道 唉 这位大师 这位大师 虽然没有救回瑶尔 但他已垂死之身 不顾一切地耗尽了元气 将瑶尔的魂魄收拳 虽然最后 共亏一溃 但也是我们的大恩人 他将这小瓮 再度递还给青龙道 你准备一下吧 以我圣教的众礼 恭恭敬敬地 将大巫师送回南疆吧 青龙接过青花小瓮 点头道 是 鬼王沉默片刻道 鬼力呢 他怎么样了 青龙迟疑了一下 幽姬却已经在旁边道 从寒冰石室中出来以后 他好像整个人都垮了似的 失魂落魄 一路跌跌撞撞地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就再也没有出来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低声道 到今日为止 也有三日了 鬼王 面色萧索 缓缓地将双手 附在身后 扮上低声的吟道 十年伤心事 一息在心头 走吧 我们去看看他 说完 他缓缓地 副手走去 青龙与幽姬 对望一眼 默默地 跟在他的身后 从身后望去 鬼王一头白发 身影竟是异样的苍凉 鬼丽的房间 离鬼王所居之处颇远 却离碧瑶所在的 寒冰石室极近 这是当初鬼王 不愿更加伤心 所以远离女儿 所在的石室 而鬼丽 若在湖起山中 几乎每天 都会去看望碧瑶的缘故 当三人 穿过永道 渐渐接近了 鬼丽的房间时刻 走在后头的青龙和幽姬 明显地发现 鬼王的身体 有些异样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里 又接近了 这个伤心的地方呢 可是他们 谁都没有 多说一句话 终于来到了 孤单的石门外 鬼丽居住的地方 周围更无一人 他向来喜欢独处 只是在他的门外 远远地 还站着一个 鬼王宗弟子 鬼王走上前去 打开石门 走了进去 随即一正 青龙和幽姬 也发现似有不对 走进去一看 却只见房间里 空空如也 非但不见 鬼丽的身影 连小灰也不见了 房间中 一切摆设如常 丝毫没有 动用过的痕迹 只有那张卧床之上 有些许凌乱的模样 青龙的眉头一皱 转身出去 唤了一声 站在门外 那个鬼王宗弟子 连忙跑了进来 在鬼王的面前 跪下施礼道 拜见宗主 鬼王转头看去 青龙在他的身边 轻声道 属下这几日 处理门中事物之外 就在宗主的门外 等候着 至于这里 就叫这些弟子 好生守着 鬼王 微微点头 转过头 对着鬼王宗弟子道 副宗主 哪里去了 那鬼王宗弟子 显然对鬼王 极势敬畏 连说话的声音 都有些微微的颤抖道 回禀宗主 副宗主在房间里 把自己关了三天三夜 一点动静也没有 就在属下担心的时候 今天早上 他突然带那只 灰毛猴子走了出来 静止就离开这里 鬼王震了一下 青龙皱眉道 他去哪里了 那弟子埋首道 弟子一直跟着副宗主 只见他走出山腹 随即破空而去了 弟子看他神情模样 很是可怕 也不敢上前询问 只好回来 来这里等着 青龙的脸上 怒气一闪 鬼王在前头 却忽然疑了一声 走前几步 从床头 拿起一封封好的信 看了一眼 却递给青龙道 是给你的 青龙震了一下 接过一看 果然是鬼里写给自己的 心中迷惑 看了鬼王一眼 却见鬼王面无表情 看向别处 青龙皱眉 撕开封口 将信 看了一遍 信 并不长 他很快就看完了 只是脸色 忽也有些黯然 低声道 宗主 鬼王淡淡地说着 怎么了 青龙道 他在信中 是 拜托我辛苦一趟 将这位大巫师的骨灰 送回南疆苗族的七里洞 鬼王 缓缓摇头 突然叹息一声道 罢了 罢了 青龙愕然 鬼王却转头 对那鬼王宗弟子道 你下去吧 那人如玉大赦 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急忙地退了出去 青龙望着鬼王道 宗主 那鬼立 鬼王向着这空荡荡的房间 望了一眼 眼中尽是萧索之意 梁九方才转身 也不招呼青龙幽姬 只默默地行去 从他背影之中 悠悠传来了低沉的声音 都是伤心人啊 南江 焚香谷 这个近日来变故不断的正道大派 今日里又有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 瞬间传遍了整个山谷 从焚香谷深处天乡居里 天谷七名 相彻远近 预示着已经闭关许久的焚香谷谷主云一兰 就要在今日出关 所有的焚香谷弟子纷纷归位 无人胆敢怠慢 在焚香谷正殿山河殿里 以上官册 吕顺等人为首 李寻等一众弟子列位在后 并列殿前 耐心地等候着 在众人之中 尤其引人注目的 却是一个站在李寻身边的女子 正是 燕红 自从不久前 九尾天湖 逃脱悬火谈的那个晚上 上官册在混乱之中 依然认出燕红乃是假冒之人 其后果然证明 乃是魔教和欢派的金平儿所办 但真的燕红 却到三日前 方在焚香谷一栋房子内的地窖中被发现 这自然是当日 金平儿也不知如何 用诡异的术法将燕红置住 藏在这么个所在 这些日子来 焚香谷众人倾巢而出 找遍了附近大大小小的山头 却唯独没有注意到谷中的房子 这还是三日前 一个男弟子 因为谷中缺了一味药材 下了那个藏药的地窖寻找 方才发现燕红的 否则 也不知道这可怜的女子 要在那地窖中等上多久 只是这些日子的折磨 燕红明显神色变得憔悴多了 只不过众人此刻也无心注意到她 一个个眼神都望着正殿的偏门 按照惯例 出关后的云一兰 从那里走出来与众人相见 站在众人最前的上官侧 依旧是一身黑衣 神态从容地站在那里 只是在众人无法发觉的眼眸深处 她眼中却隐隐地有几分一芒在闪烁着 对她来说 这几年里 这个当师兄的谷主云一兰 每次与她见面 无不隔着一座屏风 而说话间更是有气无力 并且近日来越发苍老 她起初也不敢相信 但直到最近 她在心中已经渐渐地认定 这位一直压在自己头顶的师兄 真的是快不行了 不料今日天乡居中天鼓如雷 生生地将她镇在当地 云一兰竟然要出关了 难道她真的是在闭关休息术法 而非遮掩人吗 上官侧的心中烦乱不堪 忐忑不已 而在上官侧的身后 站在年轻一代弟子最前头的李巡 眼中却有遮掩不去的兴奋之意 一直以来 她都是云一兰最得意的弟子 在焚香谷中更是天之骄子 只是数年前 云一兰突然闭关 事先更无丝毫的预兆 就这么从此不与众人相见 虽然 李巡本人还是为云一兰特别看待 于师叔上官册一样 乃是焚香谷中 仅有的两个可以觐见云一兰的人 但不知 是不是因为云一兰认为 李巡毕竟年轻 道行不够 焚香谷中大事 他却是让上官侧掌管的 如此无形之中 李巡的地位 竟是为之下降了不少 但如今 云一兰重新出关 刑事自然是为之大便 他乃是当今谷主 最中外的弟子 下任谷主 当仁不让的人选 说起话来 自然是分量不同 而且更重要的是 就在昨天 也就是云一兰出关的前一天晚上 他已经被云一兰秘密接见过 事先知道了 恩师将要出关 而随着恩师出关之后 有一件他盼望许久的夙愿 也终于有可能达成了 一想到此处 李巡英俊的脸庞上 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 上官侧的身子动了动 缓缓地转回了身子 身后侧后方 那个年轻的失职 虽然竭力保持镇静 但那种从心底发出的欢喜与兴奋 毕竟不是他这个年纪阅历 所可以遮掩的 也更不能逃过上官侧 那如鹰一般看透事情的眼睛 他缓缓地在心中 冷冷地笑了一声 暗自道 年轻人 你要走的路 还不知道有多长呢 就在这众人各怀心思的时候 呼得鼓声悠扬 如天外飞来 盘旋大殿之珠 上官侧等人精神为之一刃 整理一容衣衫 向那偏门望去 只见红影一闪 一个人的人影缓缓现身 一身火红色的衣衫 正是焚香谷 历来谷主的服饰 代表了这个上火的宗派信仰 也没有感觉到火焰的热度 更没有耀眼的光芒 但不知怎么 众人眼前那么一红 却无不有一种感觉 使一团红色的火焰 湿湿燃 这么走了过来 而当众人回过神来的时候 看清了那团 红光中的人物的时候 包括一项镇定从容的 上官侧在内 竟都是不能置信的 发出了一声 滴滴惊疑的呼声 来人 竟只是一个看去 至多四十上下的中年男子 一头鲜艳却柔顺的红发 也不记起 随意地飘洒尖头 更有一丝飘逸放荡的味道 众人面面相觑 云一蓝数年前闭关的时候 众人都分明地记得 他已经是个垂垂老矣的老人 头上更早已是白发苍苍 但此刻 看此人比当初的云一蓝年轻了 不知道有多少 而且面容上的皮肤 光洁平滑 连一丝的皱纹都看不到 只是此人的面容轮廓 却又分明乃是云一蓝的模样 尤其是上观测 他与云一蓝在一起的时间 比谁都长 更是认得 这分明就是年轻时候的云一蓝的样子 只是看那容颜 更胜过他年轻时的风采 在这般震撼之下 众人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倒是那个云一蓝 行若无事 大摇大摆地走到了正殿之中 众人面前 目光炯炯有神 向众人望了一眼 呼得微笑一声 声音一反在密室中的苍老 清朗悦而道 怎么 你们都不认识我这个谷主了吗 众人的身子一震 李寻首先回过神来 当先拜祷 大声道 弟子 恭迎师尊出关 恭贺师尊 闭关修炼真法大成 众人顿时醒悟 纷纷行礼 上观侧的眼中惊讶的神色 渐渐地退去 也低下头 行了一礼 云一礼 显然看去气色不错 心情亦是极佳 摆了摆手道 好了 好了 大家都许久不见了 起来说话吧 众人应了一声 纷纷站起 云一礼 微笑着向众人看去 最后 目光落在了上观侧的身上 笑道 师弟啊 这些年 让你代管谷中所事 烦了吧 上观侧摇了摇头 一露出微笑道 师兄不在 便是我这 做师弟的分内之事了 凡是前些日子 玄火坛出了变故 我 云一礼 呼的一声大笑 将上观侧的话语打断道 哈哈哈哈 过去的事 师弟何必耿耿于怀 来日方长 我们从长计议就是了 上观侧的面上掠过一丝亚色 但也没说什么 低头道 是 云一礼 向在场的众人望去 只见众人的眼中满是尊敬和奇特的眼神 显然 自己这一身恍如返老还童的样子 让众人实在惊恶 只是他也不多做解释 掉头 向早就视了一旁的李寻问道 最近 谷中有什么事吗 李寻踏上一步 功声道 今天一早 中途青云门长教 道玄真人捎来了一份书信 说是 对前些日子 师尊去信的回复 他口中这般说着 面上的神色从容 但站在一旁的上观侧 面上就为之一变 云一礼 闭关期间 焚香谷大事都由他来做主 与青云门长教通信往来 自也是重要之极的事情 他却是一无所知 而这封回信今早寄到 李寻不知怎的 竟然半路劫下 而不让他知晓 分明此事 那是师兄云一兰 故意不让他插手的 上观侧的心中怒气渐声 但面上却依然如故 异样的神情一闪及过 云一兰点了点头 将李寻递过来的书信接下 打量了一眼 持见信封上端端正正的写着数字 焚香谷云一兰师兄亲见 落款是青云门道玄拜会 果然那是青云门道玄真人的首书 云一兰微微一笑 将封口撕开 抽出了一张保纸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面上始终带着微笑之意 末了他微微点头 沉吟片刻 将书信收好放入怀中 朗声对众人道 今日就到这里 你们回去准备一下 不久之后 我当率领 焚香谷出色弟子 进中途去拜会青云门 与天音寺两派道友 共伤天下大计 众人一惊 焚香谷大举进入中途 已经是许久以前的事了 不料今日谷主刚一出关 便下了这个绝大的命令 只是云一兰向来是威望深重 焚香谷众人也没有多想 一众人见过李后 纷纷退了出去 各去准备不提 却只有李寻被云一兰留了下来 待众人走后 山河殿上只留下了云一兰 和李寻师徒二人 李寻与师父单独相处 便也没有众人在场时那般拘谨 笑道 师父 你闭关究竟修的什么法门啊 竟有如此神效 云一兰笑了笑道 哈哈 这乃是我焚香谷 祖师传下的艺术 等日后你到航够了 还怕我不传给你吗 李寻一正 却见云一兰的眼中 笑意和蔼 似大有深意 略意思索 不由得大喜过望 连忙拜祷道道 多谢师父厚恩 弟子必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 云一兰微笑着将李寻掺起 上下看了看他 云一兰看了他一眼 不错 我要你先去一趟中途 李寻一正道 中途 去哪里 去哪里啊 云一兰淡淡淡地道 青云山 我等一下会写一封回信 你立刻动身 将此书信送到青云山 道玄真人的手中 李寻点头道 是 云一兰来回走了起步 又道 道玄真人看过此信之后 多半要留你在青云山 暂住几日 你也不必推迟 就在青云待几天 我随后就带其他人到了 李寻点头 但微感迷惑道 师父啊 你这么着急进入中途 有什么要紧事吗 云一兰微微一笑道 还不是你求了我许久的那件事 李寻的身子一震 随即面上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兴奋之意 当即再一次跪倒 大声道 多谢师父成全 云一兰摇头笑道 好了 好了 你且先回去准备一下吧 等会儿过来取我书信 就直接动身好了 李寻兴奋地答应了一声 大步地走了出去 待这个年轻弟子的身影消失 云一兰面上的笑容 也渐渐地淡漠 她转向南方 向着那十万大山的方向远远地眺望 半晌之后 呼得冷哼一声 既然你要出来 我便让整个天下来党 要我一人独挑这个担子 我可没那么傻 我可没那么傻 换吧 我们好想知道 今天就准备了一声 我刚刚才想说 这个担子 没那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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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